中央宣布了13号开始违解封 同时开放地方政府弹性的调整政策 但是下场就是光是一个违解封 22个县市各自表述 光是餐厅到底能不能够内用 这有13个县市是逆时钟 延续三级警戒的做法 就是只能够外带 那开不开放电影院呢 一水之隔的台北市还有新北市 前者是放行的 台北市放行 但是后者新北市是不准看电影的 那也就是说呢 民众是没有办法在新版特区看电影 但是你过个桥 你到了西门町 你就能够看电影 那其他像是室内的展馆啊 户外景区等等 县市政府因地质疑 但是也让民众真的是眼花缭乱 那国民党主席江启成 他9号的时候就痛批 指挥官陈时钟 他推三级为解封 要地方政府对开放观光餐厅内用 来自定规范 中央职权前后矛盾毫无章法 那业者也无所适从 地方政府有责无权 所谓的违解封 其实就是中央政府不敢扛责 给不出疫苗的违解封 那他就解释了 这个违解封之乱即将来临 另外也要来关心到 现在全球各地都在防堵 新冠肺炎病毒的变异株侵入 那台湾也一样 指挥中心他们从7月2号开始 就针对了所有境外移入的个案 都是要做基因定序 那只有一周就已经验出了 三例的Delta印度变种 一例的Alpha英国变种 以及一例的Gamma巴西变异株 那虽然这次境外移入筛减 四大变异株三缺一 但是独缺的Beta南非变异株 其实早在今年1月就已经在国内出现了 所以等于四大变异株都已经在国内现中 那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的副组长罗一军 他就指出了 7月2号起公布的所有境外移入的个案 都会送往昆阳实验室来做基因定序 只要CT值小于27就可以定序 但是有很多个案是检疫期满才验出 那CT值就会比较高一些 那到8号为止 一共有16例的境外移入个案 但是只有5例是完成了基因定序 另外再来看到指挥中心在8号晚间的时候 是突然开放第9类 以及50到64岁的第10类对象 来进行疫苗意愿登记 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200多万人完成了登记 不过指挥官陈时中他是指出了 登记排序不等于施打的排序 那至于登记的民众能不能够达到疫苗 指挥中心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就引发民众质疑 所以现在这200多万人是登记开心的吗 那国民党9号召开了记者会 文传会副主委黄子哲 他是再批意愿登记系统就形同安慰剂 以为有登记就有希望让民众望眉止渴 忘记疫苗不足这样的事实 就痛批政府这样的举动 其实呢不做时事继续摆烂 不满蔡政府疫苗乱象由学艺设议等跨界的人士 他们组成了一个给我疫苗行动联盟 那面对疫苗不足掀起的接种乱象 今天下午1点半到3点半之间 将会以怒气包围毒肤底 卷起锈管打疫苗 在总统府周边的道路绕行 向蔡总统来表达愤怒 那指挥中心 昨天是宣布我们国内新增了 是32例的本土病例 另外还输入了4例境外移入个案 确诊个案中也新增了12例的死亡 那陈时中他就指出了 虽然案例比前天来得多 但是整体疫情是在往下降的 那避免防疫过延导致疲乏 所以赋予地方政府较多的弹性来调整 因未来解封之后 部分的区域可能就会要求民众 要出示一些採检的证明 或是疫苗接种的证明 所以健保署最近就是积极的 在整合新冠病毒筛检结果 以及预防接种资讯 那就推出了一个COVID-19通行证 昨天晚间已经上线了 健保署长李柏章他就表示了 未来疫情警戒降到二级的话 各行各业要求出示证明的时候 这个COVID-19通行证 就可作为查询的依据 那COVID-19通行证 未来也将会推出一个英文版本 希望可以成为疫苗护照的模板 所以到时候国人出国的时候 能够直接点开这个APP 就出示内容 不过还是要先取得国际的认同 才有办法推行 最后一个焦点来看到的是 根据大陆外交部官网9号的消息 大陆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以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柏雷利 他们在8号的时候举行了视讯会议 那王毅就表示了 中欧双方应该要坚持 全面战略伙伴定位 彼此相互尊重 求同意存意 那柏雷利他是强调了 欧方是无意来进行一些制度性的对抗 也不认同新冷战以及小圈子 所以无意识欧中的关系陷入不稳定 那当然也是不支持香港独立 柏雷利就表示了 欧中合作是根本性战略性的 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柏雷利就接着说了硬管控分歧 所以呢不是让这个分歧 阻碍彼此的交往以及合作 那欧中应该要发展强而有力 真诚的关系 这个才符合双方的利益 欧方是怨同 中方重启接触对话 加强抗疫 气候变化 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合作 以上就这节读报 提供给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